好,那老師,我們今天的課程其實是計電器的線控車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構成? 其實原則上面如果你把這個關掉,線控車其實在我們的課本裡面 課綱裡面八年級其實就有了,對不對? 那課本裡面其實它想得非常的清楚與仔細 但是我還想說,這個線控車 像剛剛我跟老師們講調的是,一般的線控車它的重點是在它上面的控制盤 怎麼樣讓它是電路設計,等一下我們會稍微提到 但是那個東西的話就是你實際上面,如果我們今天要講一個大的電流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這邊有一個這個大的電流,這個部分 老師你覺得我們那個計電器那個可以嗎? 這個電流應該就不行了吧? 這個叫775馬達吧?還是什麼?我等一下看一下 這個馬達它的啟動電流要10A 那我們一般的所謂的不管是自走車 或者是一般的那種線控車,線控車不用講 就是一定是,我們一般都是用TT馬達嘛 那TT馬達的那個電流都很小 那跟這種大馬達,因為我們有些鑽頭鑽尾 那你用馬達手持的,那個就可以用這種馬達就可以用了 所以你知道這種馬達其實它是非常有利的 那這個是我們上次在上學期 去年的時候,創客有一個滑車比賽 那他滑車比賽,國中組就是要做這個車子 然後原則那時候的競賽的項目就是 要嘛你就把對方給推走 要嘛就後面綁氣球 然後看誰把那個氣球戳破 最後就是第一個最贏的就是你把對方推下去 那第二個就是什麼?誰的氣球保留最多 對不對?那我跟我學生講 我們只幹一件事,不成功變成人 什麼意思?不把對方推下去我就認命 好不好?所以我只想,男生嘛 只想硬幹、蠻幹 我們就是這麼,泡了 泡了,我們就是想要泡了 好,但是為什麼會坐到這裡 是等一下會講到為什麼會用到這個計電器 因為它本身的遙控器 其實只有前進左右,但是沒有後退 這是它的這個開發板 開發板我沒有拿上來 沒關係,原則上面 基本上在我們的九年級裡面 也會講到計電器 九年級也會講到計電器 但九年級的計電器是那個電流積積棒 那事實上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也很多的計電器 那這個是我們在課本上面 我們可能會用到的計電器 一般的,這是比較小的 可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在你的家電裡面 你可能會用到的計電器是像這種 這是2P,這是4P 那我們的車子裡面的計電器 類似這種 但是它的形狀又不太一樣 OK?那計電器的原理 基本上都是線圈起尺之後 讓電腦導通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覺得這很像我們 家裡面常用到的 Brega 這個應該就看過吧 在我們的配電盤裡面 其實就有這個Brega的存在 它也是一樣 不對,這個不是計電器喔 應該還有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不好意思 這個拿錯了 我等一下再拿過來 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我們機遲之後 電磁閥開關 你機遲之後 它一樣會這樣跑 OK?那這Brega不是 對不起 所以說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用到很多的計電器 那本來做那個大的之後 我在想說 如果我們想要交給小朋友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做 所以就把它給縮小化 縮小化之後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我們這裡面 就用到比較多顆的計電器 四顆 兩顆構成 控制一顆馬達 兩顆控制一顆馬達 當然我的馬達還是用TD馬達 但是你可以知道 當我用計電器之後 我換成大顆的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可是以往的那種控制盤 你換成大顆可不可以?不行 那個電流就不夠 那我們換成大顆之後 我們只要把線 換成比較粗 因為像這個細線當然是不可能 這個細線它的電流 沒辦法按到那麼大 可是我們只要換成這種大的 我的 換成這種粗的線 那我的耐電流子 安培值是不是就增加? 我就可以怎麼樣? 沒有問題了 所以原則上面就是 我這個東西雖然我做的是小的 但是我們可以放到大的部分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這樣 那這個原理你懂了 那你下次再做大的時候 其實就是放上去而已 OK 那其實這個版本 我們做了好幾個版本 但最後就是 基本上都拆掉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老師們可以拍一下 如果你有需要下載簡報的話 你就拍一下 有短網址 那也有這個QR Code 好可以了 那我的介紹我就不講了 基本上就是 是他的部分 所以說以前的經歷不管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線控車 其實我們之前做的線控車 可能課本上做的比較好看 這邊你不管造型怎麼變 它一定都是什麼 兩顆馬達四個輪子 或者是三個輪子 對不對? 但是馬達一定在這邊 你仿生獸一樣 也是兩個馬達嘛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控制馬達怎麼樣? 跑 如果兩個馬達同時往前轉 就是前進 如果只有一個馬達 轉的話 可能是前進 後退 那馬達的話 兩個往前轉 正轉就是前進 反轉就是後退 其實都是兩個馬達 那我們的控制盤 不一樣 這在課本裡面 就是類似這樣 那這個是我們之前做的 也是一樣 線控車 這是給學生做 之前有給學生做 那這個那時候跟學生講 這是創客學生 那時候給他講說 也是一樣 你看到裡面是不是兩顆馬達 那上面的盤 因為那時候拔掉 就沒有再裝回去 那也是一樣 這是馬達這樣子 這裡 他們用雷切自己切 那因為那時候給他們的題目是 玩碰碰車 所以看學生設計的就是 第一重心 底盤 然後下面把他給 想要把對方給鏟開來 那這個是學生 叫他們AutoCAD以後 他們自己設計的 那我們今天要玩的是 類似這一個 那這個部分就是 它的重點就會在 是計電器這一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特別 再講一下 計電器的部分 然後控制盤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邊用的很多的什麼 快接頭 那用快接頭的原因就是 我除錯 如果比較拔掉 就再接就好 但是缺點就是 什麼 有可能接觸不良 你可能 到底是哪一邊 你可能要稍微再去除一下 好不好 這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 新北市的滑車比賽 我們他給的控制板 是這個東西 我們看一下 好 那這個是在淘寶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 這個是 一個 這個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反正那時候他給的 那這個樓下也有一片 那 原則上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怎麼樣 前進左轉彎 右轉彎 但是他沒有後退 不能後退 所以那時候就要想 問題是 你要知道 一個自走車不能後退 你跟人家打仗怎麼打 你只能往前硬推 那如果推不贏對方呢 對不對 那對方如果用蠻力 如果我們以前 按照以前如果可以 左回旋後退 讓對方出去 再從他屁股擠出去 是不是很棒 對不對 那滑車比賽就是 只有給什麼 這一個他的控制板就是 前進 左彎 右彎 沒有後退 不能後退 還特別跟你寫 對不對 但是他可以用到什麼 775 795 895的 點擊 剛剛我們那個就是775馬達 OK 好 那可是還好他有提供什麼 上面的這些 插槽 什麼意思 我們是利用這個插槽 他丟出一個訊號 去控制我的計電器 那我計電器就可以 讓我準備 決定什麼 我要後退 還是後轉 右轉彎 這樣子 因為他有那個模式 他這些模式 他這些模式 像這邊講的 他有這個12V的電子 我等車是代表他會輸出訊號 有沒有 他會輸出訊號 那我就利用這個訊號 來控制我的計電器 然後我就可以控制我的馬達 看他要怎麼跑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利用計電器 來去用他ABCD鍵 本來ABCD鍵是他的特殊功能鍵 也就是用來控制 他的這些東西 他的這個有沒有 燈或這個有沒有 那我是利用他的部分 來去做他的後退 我的控制的部分 好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我們那時候在比賽的時候 那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新北市的這場比賽 很可惜的變成就是 大家就拍照片 就是丟上去 拍影片丟上去 所以我本來是做一個很低的底盤的車子 後來應該要拍成影片上去 我就把它做成什麼 越野車 然後去我們中間的花圃這樣跑步 對然後把影片丟上去 事實上我們做了好幾種不同的模特兒就對了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那基本上他講的是775馬達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我們用775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的怎麼樣 電流是12安培 只有12伏 因為他給我們的電池 上一次 局端給的電池是這一種 這大概是機車電池吧 前端電池吧 對 12伏 所以他給他的電流其實是滿大的 夠用 他的控制板是OK的 可是一般我們如果玩自走車 你玩那個控制板知道 一般常見的應該就是L2982 這已經比較大了 對不對 或者293D就更小 在我們如果是用程式控制的那種開發板 大概一般來講 這個比較大的就是2A 你覺得可以控制到 這個嗎 電流 他基本上啟動電流大概要10安培左右 那各位夥伴你覺得 這個有沒有辦法控制他 一定不行嗎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會利用寄電器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我今天講說 之前這個都要玩的其實都比較類似玩具 可是在你當你用到的寄電器的時候 恭喜你真正 踏入到我們真實的世界裡面 因為在真實的世界裡面 一般你家裡面的馬達機車 最常用的機車、汽車 是不是都是用寄電器 不會有人用這種東西 那當然也許以後會有不同的 像剛剛的這一部分 像這種 它也是有 但是它的就不會像我們的那麼小一顆 就會比較大 好 那這個地方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寄電器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之前做的控制板的部分 在這邊電池 那因為接點我用這個樣 那這個就是剛剛現在的樓下材 這個已經拆掉了 我那時候 因為它只規定說可以用一顆電瓶對不對 我就直接六顆馬達全上再多買 六顆馬達對大家的四顆馬達 聊嗎 我剛剛不是講嗎 我們是男的 不是啊 我們就崇尚暴力美學 我就跟學生講 幹不贏對方 你就給我認命吧 所以那時候的迷命武器就是六顆 然後用兩顆的那個寄電器 這兩顆的話就是四P 它有四組的這個開關可以使用 對 所以那時候OK都沒有問題了 對 沒辦法 但是其實也不一定會贏 因為其實後來看別的人也有很強的 只是我們那時候想法就很簡單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不知道對計電器有沒有一個簡單的概念 那這影片裡面它放的就是這種計電器 那記得我們所有的計電器其實都一樣 都一樣 它都怎麼樣 裡面有線圈 裡面有線圈 那線圈以後 它一旦線圈一通電 它會產生磁場 產生磁力 會有積磁的效應 那一旦積磁之後 我的接點是不是會被吸住了 對不對 這吸住的部分 我們就會造成我們導通或者開閉合 那一般來講會是五隻腳 那如果只有四隻腳呢 代表什麼 平常是不通 那積磁之後才通 OK 就是通電機尺 那才會通 那就要看你有幾隻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它基本上就會很清楚的 這個是一個學妹康萱 錄的 康萱們 自保鎮電路的核心為計電器 計電器內有線圈以及磁環開關 當計電器會通電的時候 磁環開關會保持在初始狀態 此時電器一會運作 當計電器通電時 線圈會變成電磁鐵 吸引磁環開關靠近 此時電器二會運作 好 OK 那大家 這個他講的其實我覺得就很簡單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電 就是它 沒有通電像這邊是打開 所以代表它沒有通電 沒有通電的話 這個電路是不是 這邊有個直接的搭鐵 所以電源跟電器 是不是走這條路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我們電源按下去之後 那一旦按下去 這個地方 是不是基磁 基磁之後產生磁力 磁力的話 在這邊是向下 對不對 不對 應該 它這邊上去 從這邊過去 向上 這邊往上頂 我看一下 不管 反正它基磁之後 因為彈環空氣 它是往下 壓下來 對不對 然後電源是從這樣子就過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會有幾個說明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基本上大家就有看到 我們有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一直接著 剛剛是不是有個點 是往上或往下 這個叫做C接點 就是comma點 我們叫做共點 好不好 那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我的線圈還沒通電 時候 是不是有個點 是不是持續的被接住 那個我們叫做什麼 B接點 或是NC 課本的話叫做NC 那外面一般水電師傅很喜歡 都講B接點 好不好 那B接點事實上就是NC 就是長B OK 那 在我們的這個 電路常開就是什麼 完美通電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不是開的 是N N Normal Open OK 那就是A接點 那我們回頭看 上面這一部分 老師們可以告訴我 線圈不用講 線圈一定是 這兩個點對不對 這裡跟這裡 這邊有兩個點對不對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請你告訴我 哪一個是C接點 這是沒有通電的狀況底下 對不對 沒有通電狀況底下的話 這哪一個是C接點 是在這邊 就是這一根 它有接出去 它就是一個C接點 OK 然後呢 它往上當它黏住的時候 當你沒有通電的時候 當你沒有通電的時候 那這個是什麼 Normal Close 對不對 N什麼 C NC剛剛講說什麼 是不是A接點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 沒有通電的話 是Normal Open 這是B接點 可以嗎 好不好 好 那通電之後 它們其實就會 你一通電 NC NO 是不是就 對調 我們這叫AB點 互換 好不好 那我們一般講的NC跟NO 是指說 我們還沒有通電的時候 好 也就是說 在我們一般的說法裡面 不好意思 我剛剛說 B代表是 Normal Close 所以剛剛說錯了 B代表是通電 長壁接電 說錯了 對啊 B是長壁NC 那 A的話是NO 可以嗎 A的話是NO 就是NC跟NO差別 一個長壁一個長開 好 那基本上 我們常在講 其實計電器 你可以想像它也是一個開關 對不對 我一基尺 基尺是等於相當於 我通電給它 是相當於 我按下一個開關 電我按下開關之後 那我的電就往哪邊跑 它是不是也開關 剛剛講過 我基尺之後可能就是 NO改成變成NC 對不對 就是本來是斷電變通電 變成什麼 接電 那是不是因為我基尺 所以基尺是相當於一個開關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有一頭拉庫的開關 有一頭拉庫的開關 那這些開關因為用途的不同 因為所在地點的不同 所以有各種不同的開關 OK 比如最簡單的 像我們開的什麼 開關 這個什麼 一般的那個電燈開關 對不對 那除了這種開關之外 還有很多開關 比如說附位開關 或者自鎖開關 那最常見的 所謂附位就是 我按下去之後 我手一放開 它是會彈回來 所以假設這邊有個燈泡 我按下去之後 亮 那我手放開咧 它會不會亮 就不會亮 所以就是附位 那還有一種叫做自鎖 我按下去之後 開 我放開來咧 還是開 因為它維持在那個狀態 自己手維持在那個狀態 那如果我再按一下咧 是不是關了 我放開呢 還是關 這種叫自鎖 所以光你這種案件式的開關 你去跟那個廠商在買的時候 你就要跟他講清楚 你到底買的是自鎖還是附位 像今天給各位夥伴的這個 是屬於什麼 自鎖 我按下去之後 它就是開 那我手放開 維持在開的狀態 我再按一次關 手放開之後 還會維持在關的狀態 所以它是自鎖式的 它是不是附位 就不是喔 OK 好 這種是按鈕式的開關裡面的 那當然還有所謂的搖頭開關 船型開關 滑動開關 微動開關等等 很多種不同的開關 那事實上 每個開關就代表什麼 一個動作 我要觸發什麼事情 比如說我按那個電燈開關 我按一下按鈕 我是觸發電燈讓它亮起來 是不是 所以開關它就是一種觸發的裝置 同樣的我線圈機尺 就是我把線圈通電 我是不是給它機尺 你機尺之後 我就讓可能這個馬達是正轉 對不對 那如果我再把它給放掉 它走另外一條路也許它就變成反轉 可以嗎 就是它也是一種開關 所以開關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用到很多 那如果是生科老師的話 在九年級 我們會用到這個三級管 這三級管在九年級裡面 那不管是NPN或PNP 它事實上也是一個開關 就是電晶體 那有些時候 我們用電照進去 這個B代表是我們的機級 對不對 我的機級跟我的這個射擊 好 那電壓差只要差0.7VT左右 我就可以啟動這個開關 讓電流去跑 對不對 好 那這個部分 我怎麼樣讓它產生0.7V的電壓 我可能是用一個燈泡 還是用太陽燈 還是用什麼東西 去照射它 或者說外接電源 可不可以 都可以 OK 那它事實上 也是一個開關 我跟夥伴們大概分享一下 就是 如果是交到九年級的時候 有些時候都會 常常被這個什麼三級管 搞到很亂你知道嗎 你反正講 它事實上也是一個開關 只是它的開關的 用的方式 像我們的計電器 我就是通電機子 那這個的話 我可以給它一個固定的電壓 只要比它大 那因為它導通的電壓 條件是0.7V 我只要有個電位差0.7V 我就可以讓這邊的電 怎麼樣 回路形成 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 怎麼樣大於0.7V 我可能給它一個電源啊 對不對 那我這邊的回路 是不是就 它大於它0.7V了 或者是我給它一個光照 我這邊抓一個光明什麼樣子的 有沒有 變成自動開關 也可以啊 對不對 我們再碰一個N1V 搞不好我們就可以用PW片 有很多種不同的變化 所以很多種東西的變化 就是一個一個 去疊加上去組合起來的 OK 好 那今天用的一些東西在這裡 其實原則上面我們今天會用到的東西 雷切的部分都已經切給各位夥伴了 那等一下基本上 我們等一下會先去測各個不同的東西 測完之後 我們再開始做 好 那我們用電磁盒 來去測一下這個計電器 好 這邊總共有五顆角對不對 五顆角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怎麼去量 我們拿一個計電器之後 第一件事是做什麼 我們要去找出它的線圈 線圈是哪兩個 那線圈的話 大家我們看到剛剛那個 線圈是不是一連串的導線接在一起 對不對 那我通電嘛 它只有基尺而已 但是它基本上是不是這樣子 換句話如果是一連串的這個金屬連接在一起 我要怎麼去測量它 我可以用什麼 我商用電錶有什麼檔 BB檔嘛 在我們的商用電錶這邊有所謂的BB檔 或者你到1K 這邊也可以 我們就拿到這個BB檔好了 好 BB檔的話基本上我們把它給 老師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很吵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 你可以看我這樣放上去代表什麼 這兩個是 導通的狀態 對不對 那我的線圈 一圈這樣下來 這兩個 是不是也是導通的狀態 所以我怎麼去量 大家就可以去找 認兩個點 比如說我這邊 跟這邊 認兩個點 如果沒有BB檔代表什麼 它電阻很大 那有沒有可能 就不可能是的嘛 那我這邊這樣子 假設我以這個為第一點 那這邊去量它 這邊去量它 這個去量它 每一點都去碰 都沒有通 這代表什麼 這一點 第一點這個會不會是我的線圈 不可能嘛 因為線圈是不是一直存在 那我的共接點跟A跟B 是會跳來跳去 對不對 好 所以第一點不是 我就找第二點 第二點的話 因為這一點我剛剛固定的時候 這邊都跑過 所以第二點跟它碰 跟它碰 跟它碰 欸 這點有可能喔 對不對 這兩個有可能是線圈喔 但是我們還要再繼續下去喔 再往下 這個也不是 那看這一個 欸 這到底有沒有聲音 這個沒有 這個也沒有 這個也沒有 欸 等一下喔 好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喔 圓的上面 感覺上這兩個好像是線圈嘛 對不對 感覺上這兩個好像是線圈喔 但事實上它不是啊 可惡 好 你現在接到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 至少這兩個是導通的 所以它如果不是線圈 你知道這是什麼喔 這兩點就是C跟什麼 回到剛剛的那個圖案 OK 剛剛講的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現在是都沒有通電 完全沒有通電的狀態底下 剛剛講這是C對不對 C跟什麼 這個 NC 是不是一定是導通的狀態 跟NA會不會導通 不會 所以它一定 我知道剛剛為什麼有問題了 我這個地方我還沒有基尺啊 所以它 這個電壓 量出來一定都是量不到 所以你量到的現在一定都是NC 可以嗎 量到的都是NC 好 所以這個地方上 你看喔 這時候我再把 大家再把這個電子盒接上去 但是你可能要請你的夥伴幫忙一下 因為你沒辦法 同時又去壓 然後同時量吧 對不對 所以請你的夥伴幫忙一下 線圈其實是這兩個 直接先講好了 這兩個 那你注意聽一下喔 飄的一聲 你有沒有聽到 掉的一聲 你拿你自己 好像沒有轉 不好意思 來 老師我們看一下 我這樣子 掉上去 你有沒有聽到掉的一聲 你自己的 試看看有沒有掉的一聲 有嗎 有沒有聽到 有聽到對不對 有聽到這代表什麼 剛剛講這件事它是 你只要一通電 機子會往上或往下打 那你打的時候 接點跟接點碰在一起 是不是就 掉的一聲 對不對 好 換句話說 這個時候 你可以如果有人幫你這樣做 我們目前量這個地方 這兩點是通的對不對 這兩點是不通的 那各位夥伴左右 互相幫忙一下 就是 你先量這個地方 量完之後 請另外一個夥伴幫你 過電 然後你就會發現 本來通的變成不通 就是你可能量這兩個 本來是通的對不對 然後現在 現在怎麼樣 一通電之後 它就不通了 你試看看 當我們這兩個 你看喔 這兩個 一開始的話 這個地方是不是 通的 那個C接點 然後這邊是什麼 NC 這兩個是通的 我一通電之後 這邊是變不通了 對不對 就變成N喔 然後這邊本來的N喔 就變成NC 可以嗎 好 這樣沒問題吧 那我們把這個拿走 那這個地方就是 你再多講一個東西 大家有拿到這個吧 一般常用的這種 外面比較 常會看到的計電器 那這計電器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計電器的 有一邊 它這邊會有那個標示數字 有沒有看到 有一邊是 15 159 然後 4812 一邊是159 一邊是4812 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一邊是159 一邊是4812 那因為 我的眼睛比較不好 看不太清楚 然後這邊有沒有看到 它有個類似線圈的部分 線圈的部分 應該是13 14 這邊是 48 18 12 有沒有看到 它有個刮虎刮起來 那個刮虎刮起來 那這個是48 12 159 看得出來嗎 然後你看一下 你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一個 數字 有看到吧 這代表什麼 這個是一儲 這個是一儲 對不對 4810一儲 那你看到4810 是不是在 這裡 你看過來 480 從這邊看 就是這邊往上看 480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的話 哪個地方是它的共接點 9的話 是不是可以接到5 或是 1對不對 所以9 基本上這個是我們的共接點 可以嗎 或者等一下量就可以量得出來 只是等一下我們要給12伏特的電 因為這是12伏特 OK 好沒關係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下面是有一個 13 14 還是14 15 上面寫的 可以看得出來嗎 13 14 下面這兩個是它的線圈 下面這兩個是它的線圈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 對啊 這邊寫14 15 所以這是14 15嗎 還是13 14 這兩個是它的線圈 13 14 這邊是13 14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 你可以看到這樣代表什麼 線圈 我線圈基齒之後 那這是有兩組 共接點 共接點的話就是什麼 同樣跟剛剛講的一樣 是不是C 然後一個N O 一個NC 現在4的部分看起來 是不是沒有接到 空的 對不對 所以它是N 那 8的部分 現在是不是多少 是NC 只要圍基齒 這兩個就會對調 可以嗎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做這個 剛剛有沒有看到我那個自走車上面 其實就是 用這種計電器 去通知它 然後耐電扭量就會比較高 那所以我們在 這個地方是計電器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是不是跟剛剛那個藍色 是不是差不多 也有線圈 白色是不是線圈 那你可以看到它是不是也有這個 那個鐵可以這樣往上往下扳 那我們就是把它給插進去 這個地方你看它在做的時候 是不是間距不太一樣 所以你這樣反插是插不進去 一定是要正對它的部分插下去 才有辦法 好 我們拔其實就這樣直接垂直就拔起來了 可以直接拔起來 那我們要放進去的話就直接這樣子 放進去 可以嗎 好 拔起來放進去其實就很簡單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是不是用螺絲就是鎖電線 我只要給它電源它就可以怎麼樣 它就可以跳 就是可以按照我的電源去做啟動的部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稍微休息個五分鐘 我去準備一些線 那各位夥伴 這個都量過對不對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來玩這個 量看看 我去拿一下線 12伏特 要玩我們就玩大一點的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來用那個電瓶來測你這個寄電器 因為我們的寄電器這邊是12伏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通常在買寄電器的時候 它上面其實就有說它是幾伏 那等一下我們再稍微再提一下 那你可以先剪一下線 那這邊的話 我剛剛拿的是單心線 多心線 這兩個都是多心線 因為多心線跟單心線 多心線的耐電流會比較高一點 那所以我是拿多心線 那當然 真正要跑那個馬達的時候 像775 我的電線就會再更粗 因為你的耐電流跟你的電線的線徑是有相關的 那因為我們現在只是測試 然後因為 以前玩大家可能都是玩什麼3伏5伏 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來實驗一下12伏 當然沒有到100伏那一種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到的話這邊 有那個 斜口錢 斜耳錢 老五錢 那如果上個禮拜才剛保養完 理論上它現在應該還蠻好用的 那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是各位夥伴 你們教室裡面的這個 鉗子啊 因為這種東西 久了之後 因為學生用到汗水去接都會生鏽對不對 怎麼用最省錢 草酸啊 草酸一買就一大包 才多少 六十塊而已 你就泡水 那如果你需要快一點 你就用溫水去泡它 用溫水的話大概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拿起來以後你拿銅刷刷一刷 那個袖就差不多了 然後你再這樣子 再 光滑這個這樣 先把它拉開來 WD40噴一噴 再潤滑一下 潤滑完以後擦一擦 要幹嘛 趕快上油啊 趕快上一下那個噴霧師的黃油 噴一噴 然後再擦一下 不用那很多啦 就是你噴一噴之後 再擦一下 你就會覺得它很咕溜咕溜的這樣子 你看啊 它其實還蠻順暢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給大家 那個 因為 如果你是交深刻的到最後面 避免不了那些工具啊 甚至連機器 你都得要自己保養 好不好 那這個 咦 拿單性線喔 我等一下再下去拿一下多性線 不好意思拿錯了 這個拿錯了 原來上面我們都會用 這個多性線 電流比較大我就會用多性線 來去用 那這個地方大概潛一潛也不用太長 因為我們只是做一下 玩一下這個小遊戲 因為今天人少 然後算時間比較多一點 然後我的電路後面 我也有把它稍微修正一下 就變得更簡單 但是我這邊做的 只有比較複雜的電路 就是我那台車 只有比較複雜的電路 那比較簡單的電路 就看你沒辦法做 那個就更簡單 這個可以 那個每一桌大概剪個兩條 那我們就是 紅色就當正 黑色就當副 然後就是拿你自己的那個 有尖頭錢跟斜口錢 那如果你比較會錢 你就直接這樣子 夾一下就開了 那如果老師們 要稍微複雜一點 你就抓一個這個鉛子 也可以 然後呢 這邊抓著 一張張桿桿 這樣比較省力 有些時候女生這樣比較好做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樣都很煩 最簡單的方式 老虎錢外面的水電工師師傅 都是這樣一直走天下 好不好 水電師傅他們是不會用那麼多字的 所以你就 看你 唉唷 果然很遜 打到了 不好意思 就是看老師們寫到哪邊 反正有 老虎錢你可以用 有尖嘴錢你可以用 有尖嘴錢你可以用 有鞋口錢你可以用 那大概一個就是 剝兩條 這樣子 好不好 那單鏡線我們就不用了 可以嗎 我們就是玩一下這12幅的部分 好 那就自己剪一下這邊 自己來剪一下 差不多吧 其實也不用很長 因為只是去量一下而已 然後這個你就可以先把它打開 這個像我們那時候 都會把它給封起來 是 怕 那個不小心 押死到 所以我們就會用膠帶 或用什麼東西把它封起來 那就可以先把它給拉開來 我們先確定那個線圈是哪一個 剛剛根據 我們這地方來看 來 我們如果 大家如果去買那個 這個計電器的時候 基本上你都要看它的規格嘛 對不對 我們看這裡 它這邊的話是12幅DC 對不對 代表它是12幅驅動 OK 那如果你看這個藍色 它上面是不是有寫 也有標示 藍色的部分 是SR05VDC 有看到嗎 你的這個藍色的 代表它是幾幅驅動 5幅驅動 對不對 那這個是12幅驅動 OK 所以一般我們 我們氣機車的電瓶 是不是都12幅 對不對 所以這個藍色不可能 在我們氣機車上面使用 那我們氣機車上面使用的 它會不 就是它的座不是這樣 對 但我應該有 等一下休息之後 中午之後再拿上來 12幅的話 又不太好 但是它基本上都是12幅 我們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最常用的應該是12幅的激電器 因為我們機車機車 都是用12幅的 好 所以我們先確定一下 它是12幅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們剛剛 根據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這部分 我就不看了 這地方的話 我們看到下面這裡 這裡它這邊是不是 13 14 看到這邊 這邊的話 看到剛剛看到的 這個13 14 是我們的什麼 13 14 你看到在這個地方 是我們的線圈 對不對 然後我們去量一下 接上去 我先接上去 通常我就是到2K 或者是那個 大家可以看到 我沒有搞錯 先看 不對這是我的14 13 14在這邊 我拉高一點 13 14你看一下 你量起來 線圈的話它的 電阻是不是相當低 對不對 接近於0 可以嗎 0.15 或者你把它往下 但是你會發現 它事實上還是有電阻 事實上還是有電阻 因為線圈其實是有電阻的 對不對 0電阻是那個 自然科 學科他們 假設定義 線圈的那個 金屬導體 電阻為0 可是事實上是一定都有 所以我們的動力延長線 可不可以延長到無限長 當你長度 長到某個程度 你就要開始去考慮壓降的問題 對不對 就跟我們水管噴水一樣 所以看到在這線圈裡面 這地方是不是0 對不對 是線圈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兩邊 這個是一組 我們看這邊 剛剛講的 這1 2 3 這三個是一組 對不對 然後這1 然後2 3 這三個是一組 按照剛剛的這個 如果這個地方你看得清楚的話 OK 就沒有問題 大概這次 通常我們這邊的話 我先拔開來 不管你是2P或4P 通常我們都是怎樣 它都會改成一條直線 那如果是也有圓形的喔 圓形的話 其實你就真的要去看它的那個圖案 然後第一個 我們今天是找出線圈是哪兩個接點 然後找出我們的共接點是哪一點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我們是要 我們的線路開始要先接代NC還是接代NO 就是你要機遲以後通 還是原本就要通 我剛剛講它事實上就等於是一個開關嘛 計電器就等於是一個開關 那我通電就是我按一下開關 的意思嘛 對不對 你就把它想成開關就好 只是我現在的開關不是我用手去按 電源用手去按 我是通電去按 對不對 通電的條件就看你自己啊 我通電我可以用電池給它 用按鈕給它 我也可以用比如說光明電阻 用一些其他的東西來去驅動它 沒錯吧 這其實都是一樣的 好 然後這地方如果你把線圈把它拔掉 你這時候再去量 請問有沒有用 這時候你會發現電阻無限大 為什麼 因為它的線圈上面的接點是不是靠這個 激電器 我拿走大家是不是就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把它放回去 好 放回去之後這邊是不是就OK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點 有沒有通沒通 這個有通 沒通 有通 那這兩點 是不通 代表這一點是什麼點 這一點是什麼 共階點 對不對 然後這裡呢 B階點 不是 這是A階點 因為它現在不通 這是通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NC NC剛剛講過的是什麼 B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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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A階點 那我通常怎麼記 大家知道嗎 有一個廠牌叫什麼 Open 以前做光碟機還是做什麼的 A 開路 我是這樣記的 因為以前玩電腦 有個廠牌叫Open 所以A階點就是Open 如果老師沒有這一分你就自己直接記一下 就是用台語就蠻好聽的 會開 會不會開 會開 會開 B是不會開 B會不會開 也可以喔 B就是不會開 不會開 會開 會開啦 會啦 會開啦 下港門來的 只要記得住都好 沒有 我在政府幾天那發光的幾天 我在長腿正咧 對 小朋友在那邊笑 老師你自我感覺良好 一定要的啊 我說咪的 不是咪 A會開喔 這也很好耶 這個很好 A會開嘛 A是什麼 開路 會開的 B是什麼 不會開喔 B是 不會通啊 A是不會通啊 B咧 B就沒有了 B是長B嗎 長B是不會通 會通啊 會通啊 好 我們就記A就是會通 好不好 好 但是如果我要測試 要通電 那我是不是要用12V的部分 那我們就要拿我們剛剛撥線的部分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請老師們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但是這個地方我們就要拿螺絲起子 先接這個 先把這個接好 這個接好之後 我們才去接我們的電瓶 可以嗎 因為你在接完電瓶之後 你再去接那個螺絲 不小心沒有用好 就是就押死到 那我的這個地方 我是不是把它給接好之後 我再去接電瓶 因為電瓶這兩個是比較開 我就比較不怕 那我先講一下喔 我們的這個螺絲啊 不是 我們的那個線圈啊 一般來講是沒有分正負 但有的會有分正負 什麼時候會有分正負 像這個地方我們是沒有LED燈對不對 但有的 有的線圈它會讓你知道說它現在是通電的狀態 它會有接LED燈 你要知道它如果有接LED燈 它有沒有分正負 就有分喔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通常有看到那個 你去買的時候它可以跟你講說 我們這個是有可以有燈號顯示狀態的 保證你一定要接正負 那你就要 這邊接反就反過來 那我們這個應該是沒有 那我就直接把它給接上去 那一般來講我們在把線的時候 我們不會留到那麼長 那我把它剪一下 為什麼不會留到那麼長 為什麼 大家知道為什麼我們不會留到那麼長 你留得越長 當我們把這個接上去 你看喔 我把這個接上去 是不是突出來很多 那我們在做很多比賽怎麼樣 搬來搬去或是你在移動 你不小心跟隔壁碰到 你一押死 這經12伏的這一機有潛在的危險性了 那像這個如果你是在機車上面 你很多電器可能就壞掉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通常就是留多長 大概就是你進去左右 就是我們進去之後 我們鎖進去之後 我們會怎麼樣 不希望它 留很多出來 然後我們通常是把它放在裡面這裡 就是把它這樣子鎖進去 OK 然後這邊 我們再把它給鎖進去 我一樣把它稍微剪一下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話 各位老師們 我們有個良好的習慣就是 不是越長越好 不是越長越好 那如果你比較長 有些時候我們會彎一個 摸字型 就是讓它只能彎進去 要不然就是反正 進去之後 除了頭流出來 其他的部分 就不要流出來了 好老師們可以看到 我這樣進去之後 我的線頭 那個金屬的部分 是不是盡量不要讓它出來 這樣才不會有Rs的危險 對不對 好 好 另外一邊的話 就是一樣 這兩個兩個互相幫忙 就是你接電的時候 看這個AB點 會不會互換 然後我這邊 我接上去這裡 好大一顆喔 很有壓迫感喔 我這樣接上去的時候 你可以聽看看它會不會有 這個計電器會不會有 第一個先聽它有沒有 我要 掉的一聲 跟我們那個計電器一樣 會不會有計電器 然後這邊的話 我就會稍微長一點 為什麼我會做長一點 因為我這兩個是不是比較遠 我比較不怕 而且我長一點 我比較好 去做處理喔 我拉過來 這樣放進去 那不用擔心 很多人都很害怕 那單級會不會觸電 會不會觸電 不會 為什麼不會 因為大家都有穿鞋子嘛 你絕對屬於不良的導體 好不好 你只有跟你親愛的人才會通 不是 亂扯一通 對不起我錯了 我們基本上人是不良的導體啦 你在乾燥環境底下是沒有問題 除非你在水中 何況我們通常都會穿鞋子嘛 更是不良 更是不良 所以不用擔心 不會構成一個回路 那先問大家一個嘗試的問題喔 我們如果在汽車在舊電 知道什麼叫舊電吧 那我們在舊電的時候 我們是接鎮還是先接負 就是我們搭電的時候 就是我們搭電的時候 再想一下 你有沒有聽到聲音 先接負貸貸貸 等一下先講 我先回 有沒有聽到 掉的聲音 有沒有 那再用另外一個 就用三用電錶量一下 好不好 這個給夥伴 三用電錶量法 就是剛剛已經量過了 玩玩看這個 那你就會發現 原來5伏 12伏 甚至還有所謂24伏 激電器 其實通通都一樣 都一樣 那大家 就是稍微玩一下 好不好 因為別的延期 不可能給你玩12伏的 這部分讓你玩 那大家在玩過的話 其實你看看 這個是一個電磁閥開關 這個是一個電磁閥開關 有些時候 你在你的配電盤 或這邊也會看過 它裡面也是一樣 事實上就是線圈機磁之後 去同AB接電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浮筒 這個是 我們一般就是 你看它就是圓形 有沒有 它底座就是圓形 那這個的話就會應用在 我們樓上如果有水塔 或是有高低水位的判別 比如說你在低水位的時候 你就要啟動什麼 抽水馬達 讓抽水馬達往上爬起來 你到了高水位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停止抽水馬達 對不對 那也是一樣 透過計電器 那是不是也是用AB接電 去做處理 所以你會發現 計電器你會的時候 在生活當中有沒有很多應用 有很多應用 那當然你的計電器 像這個就是專門在處理交流電的 對不對 這110或220 這是處理交流電的 那這個也是處理交流電 那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12輔或這個 這處理多少 直流電 好不好 OK 那大概我們計電器 都大概講到這一部分 所以大家對計電器應該 有個了解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課本裡面 為什麼要講到計電器 其實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太多地方太多地方用到計電器了 只是我們的課本裡面 它講的其實是有點含糊啦 它也不會跟學生講到說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有很多的東西是會用到的 那學生的生活經驗其實也不太夠 但是大家其實應該可以知道 好不好 好 這是第一個 好 那我們這邊 直電器的部分 我們就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繼續再往下一下 好 那剛剛講到這個 再來我們就講到這個二極體 好 二極體的話 我一樣發下去 那二極體的目的是幹嘛 這個發下去的 這個是叫做整流二極體 那一般來講 它用的目的是把那個 老師 把交流電轉換成直流電 所以是整流嘛 當然我們在這邊的話 我們會利用它的另外一個特性 那整流二極體它的特性是什麼 單向導通 然後反向怎麼樣 不同 所以是一個二極體的特性 當然二極體有很多種 那我們講 最常見的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整流二極體 那它的型號是1N4148 那這個東西 你在上面可以看得到 但是通常視力沒那麼好 所以我通常我去買的時候 就會在上面註明一下 那你網路上你就可以去查到 這個型號到底是什麼 你叫我 剛剛 你可以看到這個對我來講 這個字都太小了 這個有誰看得出來 我就佩服他 單向導通之後 他會有個壓降 壓降大概是0.7V左右 但不一定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去量一下我們的這個二極體 它的 我的二極體 二極體基本上我們看一下 它的測量也很簡單 來 我們的三用電表 基本上如果你去看它的Data 基本上它是0.7V壓降 當然我覺得有時候 講歸講啦 它們在製程上面 我都還不是會有點落差 那我如果用三用電表我們怎麼量 很簡單我們就打到這裡 它是不是有個二極體 2K 對不對 好我們就量了 基本上如果是這個 書位的紅色會發出 你看這是在電阻 我們的三用電表為什麼可以量出電阻 事實上它是裡面有電池它會給電壓 那電壓裡面經過在我們的貝側屋上面 它流過之後 它是不是才能量出 它有電流才能量出電阻 因為電阻等於什麼 電壓除於電流 沒錯吧 所以原則上面 它的不同的這個檔位代表什麼 它內部的電阻給了多少 然後它用分壓的方式去做計算 那我們這邊的話用二極體 我們就直接用這個 那這邊的話你看到 這個二極體有一邊是不是黑色的 黑色是它的負極 通常有色環的都是負極 那我就是用這邊正電給它負電過來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0.7左右 是不是0.7 代表我這個是它0.72 那它事實上就是0.7 因為三用電表也會有點小小誤差 但是它的地方壓降就是什麼 0.7 也說它的導通 也說我們這個二極體 我們這個二極體 我要啟動它的條件 要0.7幅 它才能夠導通 如果你低於0.7幅呢 它會不會啟動導通 不會 它還是等於斷路 你要到0.7幅 那這個東西我們怎麼看 大家夥伴 夥伴可不可以來這邊一下 我用這一台好了 好那我現在你可以看到 我這地方的話輸出1跟3 那13的話是代表的話 這邊是 還有四個圈 CH 1324 那我現在是13輸出嘛 我按output就是輸出 然後目前的話我最大電流輸出是1A 這代表我輸出的電流大小 限制多大 OK那假設我就是給它1A好了 然後這個地方我就夾 我剛剛講的 黑色的部分是負極 紅色是不是正極 那我就給它夾住 夾住 我拿出來一點 OK 好那我們這邊就開始 要輸出啊 你沒有輸出你再怎麼轉沒有用啊 這個轉好小耶 我之前有學生在那邊玩 老師奈伯出來 我問你轉好小 因為沒有輸出 對不對 好你看喔 我按輸出之後 這邊是不是歸零 未然培為什麼歸零 因為我剛剛設定的是它最高 就是限制它的電流 叫限流 好那我現在開始了 0.1 0.2 是不是都沒有電流 代表現在是斷路還是通路 斷路 斷路因為沒有電流嘛 是斷路嘛 如果有電流的話 它是不是就是通了嘛 對不對 就像我們這個水 河流 我把它給擋住 水沒有流通 那現在是不是被擋住了 所以就是斷路 好 3 4 5 6 還沒有 0.7 開始啟動了 然後你看喔 馬上跳很多 你看這個地方是安培 所以這是1安培 這變30毫安培 你看我把它變小一點 6毫安培 22毫安培 那0.9V的時候你看是0.1毫安培 因為它的如果去看曲線 它是這樣子往上的 因為不是線性 它不是線性 它不是線性 所以二極體它的所有曲線都是這樣 好 所以基本上這是二極體它的特性 所以那如果我們反向呢 我把它先規定 好我把它反向 我這樣正負是不是相反 我把它反向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有沒有作用 電流是不是沒有保 其實我施加的電壓往上加了 是不是也沒有 所以二極體的特性 我剛剛是講一句話 單向導通 反向呢 截止 這樣可以理解嗎 OK 所以在這地方我們就做出 給同學 不是給同學 給同學 給伙伴 給老師做一下這個測試 那老師 你有試過它的崩潰電壓嗎 崩潰電壓 你就要去查 因為基本上這種二極體它的電壓 納壓值都很高 都在1-200V那邊 那基本上我們這個沒有辦法產生那麼高 不然你就要用交流電去擠穿它 這才會有崩潰電壓出來 對啊 可以去做啦 但是通常不會特別去那個 謝謝 那拉壓值都很高 好 我把它這個先關掉 為了以側安全 好 好 所以各位夥伴這二極體這樣子沒問題吧 對不對 按鈕開關 我發一下按鈕開關 每位夥伴就 我一樣發一個 幫我發一下 謝謝 三個 三個 好 那這個 那這個按鈕開關很簡單 你用 你現在應該會用三用電錶去量它了吧 開錄的時候 它按一下就是 再按一下就變成什麼 關嘛 所以你用三用電錶量的時候 電阻一下是0 你再按一下 電阻應該變多少 無限大 對不對 你用那個 歐姆檔去量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它是不是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自鎖式的 我按一下 手放開的時候 就維持在那個狀態 對不對 這種自鎖式的按鈕開關 這個滑動開關 一個人兩個 還有104順便拿好了 等一下 這個也是一人兩個 好 那滑動開關老師會量嗎 基本上你看它是這樣子滑動對不對 所以它的共接點在哪邊 你覺得它這樣共接點在哪邊 它一定還有個共接點對不對 好像剛剛開關的共接點 是不是在中間這個 對不對 那你往一邊撥 你如果往這邊撥 一邊就會是NO 對不對 再往另外一邊撥 那就換另外一邊變成NO 對不對 所以你看是不是跟我們的這個聚電器也很像 只是我剛剛講 剛剛講 我們的計電器是用電 這邊是用我們的手 叫直播開關 所以我剛剛前面講 我們其實玩到最後面 其實都在玩開關 各種各種不一樣的開關 對不對 有沒有開始覺得有 有時候玩一玩玩球 到最後 後來有人講 原來它都只是一個開關 開關的話 其實應該想像是 我們很多的感測器 其實也是一種開關 我的感測器 去觸發我什麼事情 是不是跟我的生活習慣 我用手去按開關 電燈就亮 它也是開關啊 它不是都一樣 基本原理都一樣 只是它的形式是不一樣 那你要用什麼樣的形式 所以玩多玩久你就 嗯 好吧 天下武功 萬法過一 統統都一樣 那你看你還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玩而已 那我們就繼續囉 好 那剛剛發去一個東西叫做電容 電容我們很難測啦 除非你要去買一個電容劑 電容其實不好測 我這邊也沒有買電容劑喔 但是我先跟各位夥伴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電容怎麼計算 我們電容的單位叫做法拉 那一法拉它其實很大 你真正要去買一個一法拉的話 它其實是很大的一個電容 那我們不會買那個 那一法拉就是什麼 1000毫法 M就是千分之一嘛 所以1000乘以千分之一是1000毫法 M是毫法 又等於什麼 10的6之方 10的6之方是多少 違法 10的6之方是多少 百萬嗎 百萬 欸不對 10萬喔 百萬 百萬 OK好 那百萬 一法拉就是百萬 法拉 違法 百萬 百萬違法 那 10的9之方 那法 12 12之方 疲法 那我們一般來講 像我們去買 呃 這個 電容的時候 那你就會看它如果電子容量比較大的 像它6800 這個 違法的話 你看到 6800違法 你覺得很大嗎 它其實是很大 喔 那25伏 25伏代表什麼 奈壓值 那只要超過 它就可能會爆掉 喔 然後 22 違法 這都已經是大了 如果是比較大的 它上面直接標示 那如果 譬如說中間的這個單位 放在這裡 代表什麼 1.5 那個 批法 批法這邊 等一下會教大家換算 喔 那事實上就是15 違法 M跟 違法 好法跟違法是差1000 所以是 1.5 再乘以1000嘛 這邊15 違法 然後這個地方 如果1批就是1.2 容量小的話 這邊的話 就代表是小數點 OK 好 那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我們去買的時候 像我們最常見的 可能103 剛剛給你的是 103還是104 你可以看一下 上面標示的是多少 104 好 我們先不管喔 105 它105代表什麼意思 10乘以10的 五次方 但是它的單位是什麼 皮法 是皮法喔 那皮的話 剛剛講過 皮的話等於多少 這是10的六次方乘以 皮多少 10的 負十二 對不對 那等於多少 10的 負六 法拉 所以等於多少 偷看一下 偷看一下前面的 值得負六嗎 一圍法 一圍法 偷看就會了 好不好 其實沒有啊 其實其實常 其實現在資訊很發達啦 手機拿起來查一查 就大概知道 但是有些時候 我們就是要有一些 基本的東西而已 OK 但是你要知道 基本的判算就是 它最後的單位就是皮法 你去買的時候 它就是皮法 你去那個 官網商場 它一定寫103 104 多少有沒有 你後面要自己加個皮法 我一開始去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 因為搞不清楚 拿來問店員 然後店員就一臉疑惑 你知道你是在說什麼 因為對他們來講 就是很 common sense 因為我們剛剛可以接觸 什麼都不懂 後來才知道 原來還要再加一個皮啊 OK 好 那所以 剛剛105沒問題了 104咧 10乘以多少 10的四次方 後面這代表是指數嘛 對不對 然後這是皮法 一樣的做法嘛 所以多少 10的五次方 乘以10的 負十二次方 法拉 對不對 10的 負 7 法拉 是不是等於多少 10的負1 乘以 10的負6 法拉 因為剛剛有個 負6嘛 10的負6 剛剛是多少 違法 10的負1 是不是0.1 違法 對不對 那夥伴 下面兩個 你算一下 我們最常用的其實是103跟104 好不好 我們最常用的是103跟104 的這個 電容 說錯 對 電容 那 為什麼要用這個 你一邊算 我一邊講 我們這個馬達在跑的時候 基本上它是一個電流在那邊跑 那基本上它在跑的時候很容易會有一些雜訊產生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人比賽如果大家有去參加比賽會發現它的馬達上面會串一顆電容在上面 它就吸收一些雜訊 那你的馬達跑得更順暢 所以我們會吸收 這個加入電容的目的就是什麼 避免這個雜訊去干擾到馬達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加一個電容 那一般來講如果說是比較大的電容就相當於電池 比較大的電容就會把它當成電池來用 那 未來以後電容會不會真的變成我們一般的電池 就是看看以後的科技 因為我們一般現在所謂的 像那個離電池 是不是充電 然後放電 那電容是放電太快的 它一下咻就不見了 對不對 那以後是不是可以辦法讓它變慢 或者持續的可以使用 那也許就是下一波的電池革命 現在人家常講 第四代的 第四次的工業革命是什麼 電池革命 你的電池只要誰領先了 發展了 你的國力就上來了 好 大家算出來了嗎 我講了很多 我是讓你在那邊算 不要自己聽過歸史 算出來103多少 0.01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這個其實也可以算出來 102咧 那上面其實0.02 0.01你就可以用皮法來算 或者是用那個來算 都可以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馬達的正反轉的控制 其實講那麼多 我們最後的東西就是要看馬達正反轉 我的自走車要前進就是看馬達 對不對 如果我左右各一顆馬達 總共四個輪子兩顆馬達 那不是後輪驅動就是前輪驅動 那如果是四個輪子四顆馬達呢 四驅 對不對 這不就是四驅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學校裡面都是做兩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馬達的轉向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部分 H橋電路 H橋電路 我們很多的那個自走車的 它的後面 其實電路就是長這樣 如果你寫那個Arduino的程式 你會發現它就是寫0.01 然後再控制這地方的轉向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S1 S4 1代表什麼 通 1代表什麼 是通路 0代表是短路對不對 就是斷開 S1 S4在哪裡 S1 S4 所以我的電流從這邊過來 從這邊經過再回去 有沒有形成一個回路 有吧 所以 這個時候它如果是 車之後它就是一個正轉 好 當然如果叫反轉 它逆向就是正轉 好不好 好 那這邊順向轉動 就是這樣子 那S2 S3 如果我的電流從S3 這樣經過回去 是不是也構成一個回路 對不對 所以我基本上 也是一樣 這邊就可以 所以這兩個 反正方向就是一定相反 因為一個電流從這邊跑 過去 一個電流從這邊跑 過去 誰是正轉 誰是反轉 就看你的車頭 哪邊坐前面 哪邊坐後面 對不對 好 那如果0000呢 通通都不給電 它會怎麼樣 直接擊殺 還是滑動 就是馬達本來跑一跑 突然這邊通通不給過了 通通斷開來了 這時候馬達會怎麼樣 你想想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是不是 自有停止 就是滑行 對不對 我不給電 就是通通斷開 那馬達本身 它還是會跑 它會有滑行力 就往前跑 對不對 好 那再來呢 如果我的S1 S2跟S4 S2 S4 這邊通電會怎麼樣 它會什麼 沙停 因為這邊本來就有電 這邊再給它一個地方起來 它會去咬它 可以嗎 沙停就怎麼樣 直接抓住它 那滑行距離會不會那麼長 是不是就不會那麼長了 對不對 OK 那同樣的啊 如果你這兩個是沙停 這兩個是不是一定也是沙停 一樣的嘛 到底是一樣 那如果是S3S4呢 這個通這個也通 那代表什麼 好 這邊的通為什麼 如果S3S4 導通會怎麼樣 恐怖 電是不是直接這樣過 會不會經過這裡 電是不會騙人的 這樣這個東西狀況叫什麼狀況 短路嘛 我們是不是很害怕短路 Dangerous Bmmmm 危險 所以這樣是不是危險 那如果這樣子咧 也是一樣嘛 是不是一樣危險 對不對 那如果全部都通咧 不一樣啊 所以 我們不能讓電流直接這樣過 就是電流沒有經過馬達 等於沒有負載 沒有負載就是短路 就是危險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基本上 那一般的HG橋 比如L298N等等的這些東西 它裡面都會有一些保護機制存在 讓你不會因為這樣寫錯而誤動 但事實上 你如果沒有那個保護裝置 你用一個H橋的電路 可不可以這樣跑 事實上你直接用開關也可以 假設我用自鎖 剛剛講的我們的自鎖開關 我按一下這個 我按一下這個 我馬達是不是就正轉 就開始往前跑了 對不對 可以嗎 我要按下這個開關 按下這個開關 我馬達是不是反向往回跑了 對不對 這個是一顆馬達 那如果我要兩顆馬達呢 我是左右各一個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跟前進後退 左邊 右邊 好不好 OK 沒有問題 好 那這個是三項馬達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 我就不講那麼多複雜 就是你會看到 這是兩個開關 這個開關這是連動的 這是連動的 但是你注意一下 這裡 如果這邊如果通的話 這邊本來這樣是這裡 這裡是這裡 本來是這樣過來對不對 如果我這邊斷掉 這邊打開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我電流是從 本來第一條線到這邊 變成第三條線 然後呢 本來的第三條線到這裡 變成多少 第一條線 中間這一條 還是中間這一條 所以是不是也是像馬達 正負極對調的那種概念 那我就可以讓我的三項電機 正轉反轉 可以嗎 這次圖就是告訴你 我只想要告訴你這個觀念而已 即使是我們三項電機 一樣因為這個線路的反轉 有沒有 我們線路 我的正念給它 不要講正念 反正電從這邊來 正從這邊來 兩邊不一樣 那就會造成它的什麼 電機的正向轉動 跟反向轉動 那如果在抽水上馬達就變成什麼 抽水跟派水 對不對 所以其實都一樣的 那三項馬達其實用在 220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一般線控車的 控制面板 這個是我在學校給學生做的 當我的這個開關往下扳的時候 開關往下扳 那是 往下扳 它事實上是上面兩個通 大家剛剛看你的滑動開關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我往 滑動開關 大家剛剛量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我往右邊 我往右邊移動的時候 好像是左邊兩個導通 你有沒有發現 好像是兩個人導通 所以導通的這兩個點 其實你要去量才知道 有時候我們都認為說 我這個地方往右邊搬開來 就應該這兩邊通 不一定 因為裡面我們沒有拆開來看 它的這個變化是怎麼樣 所以基本上我習慣都是 拿到一個東西我測量 我測量出來之後才確定說 我往這邊搬是這兩個通 還是這兩個通 其實都要量過才算 不然的話很多都是拿過來 我就直接裝了 裝了以後 奇怪怎麼不行 因為我沒有 除非這個東西你用過 你確定他沒有 你很熟了 不然的話 拿過來其實要測量 其實我們也希望 小孩子的能力是什麼 他會測量 你會測量 你拿到什麼東西 你都可以判斷 你如果是不會測量 就是人家告訴你 那他永遠都不知道 壞也不知道壞哪裡 修也不會修 但他如果會量 他就有辦法去做判斷 這其實是我們最需要的 好 開關往下搬的時候 那我們的電是從這邊跑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跑的方式 電跑 到這邊一分為二 那我的馬達 是不是就回來了 OK 這個是我的兩個開關 這是我的兩個馬達 那我這邊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中間從這裡 是不是搭一條線過來 所以我的供電的時候 是不是兩個到時候供電 同時給電 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六個點對不對 我這兩個點 這個點跟這個點 一六三四 結果跳線交叉 好不好 就是這樣 所以當我的第一條線過來的時候 我供電給他 然後我到這邊 導通的時候電是從這裡 這樣過來 這樣回去 那我這邊也是一樣 過來這邊過來 這邊到這裡 回到這裡又回來 所以當我往下扳的時候 上面導通 假設他是正轉 可以嗎 這有沒有問題 好 那如果當我的開關往下切的時候 下面這邊 它是反過來了 因為這時候是變成 往上開是不是這兩個通了 這個通這個通 這裡通二三通 五六通 那我二三通的時候 你看喔 我電是從這裡 因為這邊是通的 所以我是從二到三 跳到這邊來 直是反向回來 回到這裡 拉過來 我的電流剛剛在這邊是 這樣流 在這邊是 這樣流 所以我們之前的自首說的 控制面板 它的線路圖就是這樣 我用線路圖直接去控制它 我用我的開關 所以我往前按的時候 它兩個輪子同時往前 那如果我是兩個 只按單顆 或是一個往左 一個往前一個往右 它可能加速轉彎 對不對 或者我只按單顆 那就單顆轉向 好不好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先入圖 所以夥伴如果有交到九年級 這個東西 你可以直接拿出來 你直接有動畫 同學看得比較清楚 他們唯一不清楚的是什麼 老師為什麼 往下 往下斑的時候 為什麼是上面通 你只要用三樣電表 量給他看 因為他搞不到 因為我們常常習慣 往下斑就覺得是下面通 沒有 它是剛好 點打 它剛好點打 因為傳體開關 它是一個翹翹板 你往下斑的時候 它事實上是另外一邊通 好 好 那我們終於要講到 我們今天的重點了 激電器 我會帶你們思考 不是說只有高順便講 這怎麼跑 這怎麼跑 那沒意思 這是車用的激電器 它長這樣 那我們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不是只有四個點 它只有四個點 它只有四個點 汽汽車都一樣 可是汽車它只是長這樣 但它基本上都是這樣 那上面是寫12V 然後它有一個CONT CON30A 代表它的這個激電器 容許是30A的 好不好 那也有40A 所以我們激電器 它一定會有一個 我容許的電流量是多少 然後我的工作電壓是多少 好 那這激電器我把它接上去之後 因為它只有四個 所以它會不會有共同接點 沒有 它沒有共同接點 所以它是怎樣 當然我的這兩顆 這兩顆是我鎖頭電 我的鎖頭 因為我們通常是接機車 我龍頭打開的時候 過電 我這個其他霧燈什麼燈 才需要亮 平常可不可以讓它過電 不行 所以要激電器 所以我鎖頭一打開 這邊過電 通電了 這邊機池了 我這邊是不是才過電 那我過電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電從哪邊來 這邊 有兩條線 這兩條線接到哪裡 電瓶 這兩條線接到電瓶 那電瓶的這邊 一樣我有接一個總保險絲 也是說我這總保險絲 就是我這三個接出去的這個東西 最多不能超過我的這個保險絲 那保險絲多少 就看你多少 通常如果是接在這裡 那你這邊是多少 我這邊就用多少 通常 好不好 那這邊你就可以接什麼 比如你可以接霧燈 這樣霧燈可能就很大 瓦數其實都會不小 對不對 那你可以接什麼 充電小U 充電器 對不對 你可以接什麼 隨便你 這樣你可以接那個 很多人喜歡 在機車上面裝很多的小燈 沒有 有沒有 所以你看我這邊拉出來 就是什麼 一對三 出來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 紅色是不是代表電過來 對不對 那所以 這邊的話 這邊剛好這樣條 一個是接電瓶 電瓶的電過來 然後這邊是過到我的那個 到我的那個 各種不同的 電源上面的 負載上面 所以你看 計電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接啊 但是你去機車行 就是幫你這樣接 它就這樣子而已 只是它把車殼打開 幫你固定 OK 那剛剛講到電瓶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電解電瓶 電瓶有的分極性 有的沒有 如果它有分極性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會有一個 寫個負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好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它電瓶 這個叫電解電瓶 那它的話就有分極性 那你就是不要接反就對了 OK 那這個東西呢 就要看啦 那我剛剛給你們看 這個104 叫什麼電瓶 我忘記了 彈枝 還是什麼電瓶 有點忘了 這種電瓶有沒有極性 沒有 通常有沒有極性很簡單 你買過來的時候 有長短腳 90%以上都是有極性 如果你買過來之後 看到兩隻腳等長 對不對 同樣都是長腳 或是同樣都是短腳 像這個是不是 我買過來這我沒有減喔 那買過來就是這樣喔 那它就是什麼 沒有分極性 沒有分極性就隨便你接嘛 好不好 那 汽車上面有什麼超級 不知道什麼叫名詞啊 類似這種東西 汽車上面一些也有 幹嘛 就是讓我們的電喔 因為我們很喜歡把電 類似那個穩壓 可是你這個電瓶拉電 在拉電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像海浪一樣 一波一波一波 這一波一波的湧浪 可能就讓你的 汽車燈泡還是什麼的 就沒那麼順 可是我們加個電容 電容加一個水塘嘛 水池子有沒有 怎麼樣 我電流 因為這個拉電是不是拉很快 放電也放很快 所以我的負載在拉電的時候 它可以很平順的 這樣拉電流流過去 那 汽機車都有這一類的產品 叫什麼名稱忘記 但是它跟你講說 可以改善你汽車的馬力 讓你的汽車是什麼 逆電流 好像是吧 它就讓你大幅的提升 其實都是加個電容 然後避黏在你的電瓶上面 那你的電瓶是不是平常 就衝繞到這邊 出去的時候 電容先放出去 等於是有個水池在這邊 那你出去的時候 那個電就會比較快 而且比較平順 其實都是這樣 這個本來是要做在下面那一台 這講完了 我秘密都沒了 插一個皮帶 那個換成金屬的 就可以很強了 OK 好 那就是剛剛補充早上 可能 有些沒有帶上來 我把它給再補充一下 那我們現在來講 這個東西的設計的部分 這個馬達 我們剛剛講 馬達我要讓它正轉 一個反轉 對不對 所以 這個線圈 這個是線圈 那早上有講 我們這個計電器 有C點 C代表什麼 還記得吧 共接點 對不對 對不對 那B點 B點是什麼 NC A剛剛講 Open 或是IQ 它就是 A節點 常開 N 對不對 好 那我的電 一定會有個東西 我電是不是要跑 所以我的電 一定會有一個 好 我正電過來 這樣回去 這樣沒有問題吧 對不對 我過來的時候 它一定 過了海這樣回去 先不管這邊 我這樣是不是 過了海 回去 這樣是構成一個回路 可是呢 當我要 跳電的時候 我要跳電的時候 你看 按照我們前面的那個說法 往前 是不是我要有個東西 它要怎麼樣 跳線能夠跳過去的 你看喔 這裡我們是不是用個交叉 讓我們的馬達是可以正轉跟反轉 對不對 那同樣的 我在這個地方 我的馬達要正轉跟反轉 所以我這個地方 是不是也應該要接條線出來 這邊我要接條線出來 到這裡 等一下 畫的沒有很好看的 隨便了 好 我先怎樣 這條線 先拉過來 然後呢 B接點 我要怎麼樣 因為等一下這個地方也要拉過來 所以我的B接點是不是也要過去 B接點看一下 我用什麼比 這次好了 B接點 我先切到這裡來 好 你看看這個怎麼意思呢 代表等一下 因為這裡 我是不是等一下 一定要是反轉 等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是正轉 假設這個是正轉 我是不是要接反轉 反轉的話 我的電流 因為電一定都從這邊過來 對不對 所以我的正的話 是跑這邊跑 我反轉是不是要從這邊 那是不是要從這邊回去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我就會怎麼樣 這邊 B接到他的什麼 A 這邊A接到他的B 這相當於我們這邊的 有沒有 跳線 跳線 感覺上 有沒有 本來的 是不是AB附接 這裡事實上 這個跳線 就相當於是AB附接的意思 那我們的氣墊器 是不是也是AB附接 其實最重要的 那時候很多夥伴在網路上在問 因為我PO出來的時候 很多夥伴在問說 這怎麼做的 其實它觀念就在哪裡 一向從這邊跑出來的 一向是AB附接 因為我這邊AB附接 是不是是讓它正轉 反轉 這是因為AB附接的關係 這邊是打XX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什麼 B接到A A接到B 造成它的反轉 好那我們就回來來看 好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看到 正常來講 我的正電 就是從這邊跑 流到這邊來 是不是正轉 回去 對不對 假設我的計電器沒有動作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子回去就好 是不是正轉 一旦我基尺 基尺就是我這邊過電 我這邊送電給它的時候 我送電給它 是不是要跳下來 對 就是 這個開關我如果 往下一班 是不是往下一班 往下一班的時候 我的電 是不是從這邊走 對不對 那 我往下一班 電從這邊走 是不是基尺 這裡是往下跳 我的電 從這邊過去有沒有用 就不會過去了嘛 我的電 是不是從這裡 往這邊 所以基尺 所以跳到這裡 跳到這裡之後 我的電是從這邊 往這邊 往這邊走 變成走這一圈 到這裡 這樣講 這邊已經跳開了 就是往下 拉回來 然後回路 OK 我一開始的時候 正電從這邊走 然後從這邊走 對不對 從這邊走 從這邊走 從這邊走回去 對不對 這是我紅色的路線 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換成另外一個顏色 這是藍色好了 藍色的時候 我這邊是往下跳 對不對 然後往下的時候 這邊過來 是不是計電器 線圈基尺 基尺之後 這個地方是不是也往下了 對不對 那我的電 這邊上面是不是就斷開 不能走了 我從這邊 是不是可以回來 啊 不對 我電上面不能走 是不是走這邊來 從這邊 那它是往下走 然後這裡 因為這邊回不去嘛 這個也是斷開往下嘛 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地方是 往上 對不對 往上走 往這邊再回來 從這邊 流過去 流回來這邊 可以嗎 就是我這個地方 往下一開的時候 我的電就會從這裡 對不對 經過這邊 因為這邊已經基尺了 所以往下走 往這邊 往這裡 往這邊 這樣回來 回去 這邊有圓圓的才是接點喔 這兩個 這兩條線有沒有接在一起 沒有 這兩條線沒有 圓圓的才是 接在一起 可以嗎 我們電路畫法會是這樣 有沒有問題 那同學 夥伴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什麼意思 就是 當我往上的時候 我把它整個擦掉 當我往上搬的時候 我這邊過來 電有沒有可能往下跑 有沒有可能往下跑 一開機 最後一打開來 我的電是不是正常 我從這邊跑 這邊跑 這樣沒問題對不對 問題上 你電如果這邊有個節點 電有可能往這邊跑 是不是有可能往下跑 對 所以我們用了什麼東西 來幫助它 用個二極體 二極體 我們早上不是測過了 剛剛測給同學看 那給夥伴看 反向截止 正向導通 所以我往下搬的時候 我的電是從這邊可以過 可是它是往上的時候 電可不可以過 可不可以過 講完了 大家思考一下 一分鐘 思考一下 好不好 我那時候思考的邏輯就是 搞定這個之後 再搞定那個 答案就出來了 好 可以嗎 那下一張 就是它 反向的時候 反向的時候其實就是這樣 基持著走反轉的路 好不好 基持著走反轉的路 這邊懂得對不對 有沒有更簡單的 這個 這個接起來 今天可能放學有的同學 有的夥伴可能還在辛苦工作 對不對 但是我們 有更簡單版的 什麼意思 這是我繼續研習的時候 老師分享給我的 那我覺得很棒 這個地方就是這樣 這個地方我講說二極體去處理 那我就事實上是不是就打開它 剛剛講的 這事實上也是個開關嘛 對不對 那我什麼時候過電給它 我基持著走另外一條路 對不對 簡單版 我提供的那個車子是用這個版本 那如果你要簡單版 二極體拿掉 兩個開關 第一個開關 走過去 是不是這樣直接走回去 對不對 那第二個開關呢 打開來之後基持直接跳下來 是不是以模一樣 那這個的缺點是什麼 這個缺點是什麼 我如果要後退的話 前進門 後退的話會減少0.7伏特 後退速度比較慢 這個有沒有減少 這個有沒有減少 沒有減少 哪一個比較簡單 這比較簡單 但是我老實講 沒有第一個你想不到第二個 好不好 沒有第一個你想不到第二個 通常都是第一個比較難 所以第一個我那時候 其實我是跟我的那個一個學生 一起想出來的 對 然後再過來 這個部分是跟另外一個老師 研習的時候另外一個老師 我們討論出來 那我覺得很多東西都這樣 都在研習的時候 大家互相討論 有些時候講得不見得 對 那有人會跟我修正 因為有些時候也可能是我哪屋啊 像我今天早上不是吃螺絲 對不對 就不要不好意思 A B那時候有點講錯 對 就吃到螺絲啊 對有時候真的就這樣 那有時候 不同的想法跑出來 對不對 這個它有了 那再去想另外一個 它就簡單了 好不好 那下午我們會開始做接線 你要接這個也可以 你要接這個也可以 那這個我有實際的接好車子 好不好 那這個我沒有接好車子 你們就自己看你要接哪一種 都可以 那如果你要接這種的話 這個就代表什麼 多拿一個什麼 按鈕開關 那但是我的那個板子 我的板子這個地方 因為我只有開一個孔 我一開始做的是連孔都沒有 直接用熱紅膠黏上去 那你可能 像這個 但是這次做的時候 我有做 你可以直接折下去之後 這個可以折下來就直接卡進去 但是我只有開一個孔 另外一個如果你要做這個圖案 你就自己用這種膠 點一下 就是折下去之後就變成往後退了 如果是前進再下去就是往後退 可以嗎 好不好 那一樣一邊一個 就是如果你只按單個 按單個 這是兩個計電器 兩個計電器代表什麼 一個輪子 對不對 剛剛講的這兩個計電器其實有一個輪子 兩個計電器 是一個輪子 所以你要兩輪要幾個計電器 四個輪子 可以嗎 所以說你只要兩個同時往後 就變成要兩個按鈕 對不對 你這邊的話就變成兩個按鈕 才能夠兩個往後退 那基本上這個自鎖我們很多 就看你要用哪一種 東西都在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把材料給準備好 來 大家那個 我們在拿這個 先這樣 這個 一人 兩顆 那還有馬達 也是一人兩顆 按鈕開關基本上就看你要幾個 這個地方 寄電器 還有這個 快接頭 快接頭一個人幾個 八個 對 如果你們有要做這種的話 就建議大家 這種線最討厭的就是 學生一拿就整個亂七八糟 你就捆一個這樣四方形 它就不會亂掉了 就不太會亂掉 那我們一個人大概就是 手越長越好 女生自己加長 女生自己加長 就這樣其實都差不多了 那你如果想要你就再多一點 OK 那就是這樣 對 這樣差不多啊 因為這樣子的話你看把它放下去 你就放在地上這樣跑 對啊先公車啊 對啊我覺得這樣差不多 我們可以一人兩隻手背長耶 你們要長一點 但是很容易打結喔 越跑遠一點 不是喔 我跟你講越長你很容易打結 跑一跑就打結 所以你們要不然你們就一個半 然後我先講一下喔 我在做這個的時候 你看我的線圈 這裡讓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我在做的時候 因為其實它有分正負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案 你看上面其實我都有做符號喔 像我的線圈 我線圈就有什麼 M正M負 假設我叫正 那我的線圈可能就M正M負 對不對 那我這邊的話 因為有右邊左邊嘛 那我右邊可能就是 右正右負 其實我都會 就是L正L負 R正R負 你最好都做個記號 所以你看我的板子上面 有沒有都做一些 有的沒有的符號 這代表什麼 我過去的時候 我要找出它對應的這個 你才不會到最後 你找不清楚哪一個是哪一個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跟你講的 它反向就會不同 這個是比較複雜 我剛剛有講比較簡單的 你就是用按鈕開關 這個也是可以 那如果用按鈕開關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兩顆 就是兩顆 好不好 就是這個滑動開關 你就會想當成是這個 滑動開關 那這邊是還有一個 不是 下一張才對 這個開關 你當然也可以用滑動 但是我們 我就會用這個 對不對 用按鈕開關是比較好 按下去 就往後退了嘛 你也可以用這個 好不好 那就看你要怎麼用 好 好